梅香雪白 互有短长 赏西独梅泼的七言绝句 雪梅 梅雪争春 未肯详 糟人戈笔 废平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疏梅一断香 古往今来 赞颂雪歌用梅的诗作不知道有多少 而宋代《卢梅泼》的这一首 却别出心裁不同寻常 它不仅是一幅雪梅图 更是一首哲理诗 龙东腊月之际 梦春将临之时 雪片飘飞 梅花怒放 本是常见的自然景象 但在诗人看来 好像雪和梅都具有了人的天赋与灵性一样 为了炫耀自己 它们静香争春 而且争的是那样不可开交 谁也不肯服输 梅雪争春 未肯降 降 就是认输 于是 糟人歌笔 废评章 符案作诗的诗人 也受到了吸引 不得不割笔评论 发表意见 张 表白的意思 可是 他沉吟良久 费尽思量 也觉得难分高下 最后说 梅雪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若论白 梅花虽然要逊雪三分 但若论香 雪却又要输梅一段了 其实 雪和梅无所谓高下 也不会争衡 诗人为了借物寓意 所以才做了一番奇思幻想 但 幻而不淡 奇而有据 既能让人赏其话 又能让人扶其礼 飞雪迎春 辣梅送暖 都在同一节后 所以说它们好像在比美争春 雪之白 自然不让于梅 梅之香 自然也不让于雪 因为各有所适 所以才魏肯祥 由于魏肯祥 自然引起诗人仲裁品评假矣 一个废字 足以看出诗人态度之认真不苟 立场之持平公道 因而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梅须逊雪 三分白 雪却疏梅一段香 这里 诗人记忆充分肯定了他们各自的悠长 雪冰盈欲解 其白无敌 梅暗香缕缕 无方可比 又实事求是的指出了他们各自的不足 雪虽白而无香 梅虽香而不白 一个顺字 一个梳字 不单比出了雪和梅的短长 而且揭示出了世间万事万物 无不一分为二的普遍规律 从而使你在欣赏这幅赏心悦目的 优美的雪梅争春图的同时 受到了一种哲理的启迪和思想的教育 不是吗 读了这首诗 难道你不觉得那些缺乏谦虚精神 无视自己短处和别人长处 而一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的人 是多么可笑吗 同样 读了这首诗 难道你不觉得 有些人把本来不可比较优劣的事物 硬要抢分高下 或扬此一笔 或扬彼一词 又是多么荒谬吗 下面把卢梅泼的这首雪梅诗再朗读一遍 梅雪争春 魏肯祥 骚人戈壁 废平章 梅雪迅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农村大世界创刊号里的一篇文章 梅香雪白 互有短长 赏西 卢梅泼七言绝句 雪梅 刘毅写稿 大家久不见了